嗨我是CJ 今天呢我要来分享一下 我就这样子买一些 比较偏妆柜的东西吧 嗯 对 然后呢 先从那个 底妆开始嘛 然后底妆呢 这是我最近新买的一个反晒 它这个反晒呢 是雪姬巾 我不知道雪姬巾算是妆柜 还是开架 妆柜 这我不太清楚 我就把它当做妆柜了 然后它价格快要20磅 嗯 算是比较贵的反晒 因为它这个容量才35g嘛 所以 蛮贵的吧 蛮贵的吧 因为我以前我反晒都是用一些 比较开架 比如说妆柯有一个 水油分离的那个 反晒也不错啦 或者一些我也不会忘记啦 一般都是用开架的 然后这次买一个比较贵的 是因为我之前买了这个 这个是爱丽小屋他们家出的反晒 非常之难用 绝对不能买这个 它这个是有带那个润色效果的反晒 然后也是SPF50++++ 但是呢 它这个润色效果它不会吸收 它整个就会给你呈现一种死白的样子 它绝对不会吸收的 就会让你好几个小时 那个感觉反晒还是浮在脸上那种很恐怖很恐怖 不知道我就想买一些比较又通透又水润了 它就是里面长这个样 挤出来 就是这样子白白的 然后你推开就感觉是在推 就是感觉会有水珠的感觉啦 有点像我之前用的那个碧柔 是碧柔吗 我忘记了 应该是吧 就是也有一款啦 类似这样子 就推出来很水润 但是呢这个更厉害就是 你看我一推开 现在就吸收了 除了它这个香味有点过浓 但是不是说很讨厌的香味 就是有点过浓 这算是一个我比较不喜欢的地方 其他我觉得都不错 这个 这个是佳然他们家新 佳然他们家出的粉底 然后这个粉底有点奇怪 我这个色号已经买02了 很明显 它这个颜色肤色还比我差这么多 对吧 就是很明显 我给你拿一下 能看得出吧 这是我基本上比较配合我的肤色 这个 就很明显有色差差这么多 对不 可是 它这个已经买02了 而且它这个颜色深 它不是说 像有些粉底它深就是偏黄嘛 就是越深它会可能会越黄 这个是 越深它越橘你知道不 就橘色的 我就无法理解 我买它之前有做功课 它这个粉底算是比较低调 但是普遍好评的一款粉底 尤其我查韩国的一些博主的时候 我基本上看好像人手必备一个 我不知道是因为 广告商给它们还是什么啦 但是名声挺好的 因为它 不过它这个比较适合混油 它控油不错 这个持妆效果非常棒 像我出去嘛 带妆六七个小时回来 绝对不会有任何影响 还有它那个遮瑕算还中等吧 就是你可以一直叠加 叠加到中上的那个遮瑕度 然后如果真的不小心像我一样买生了 我的用法就是涂整张脸之后呢 在我T区再涂比较白的粉底液 这个只要小心一下色号 其他都还可以 这个很明显是那一个 屏幕宣言的 这个我不用多想了吧 这个我突然第二罐了 它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修复的时候用的 反正就皮肤太好的时候 你要么敷指磨 要么就是擦全脸 或者怎么样 这个随便你怎么用 不过很多人都是拿它当指磨来敷啦 看你们个人啦 就是如果皮肤有问题啊 像什么比如换季的时候啊 家里面一定要必备一款这个 这个是Long Kong他们家的粉水 然后我买了一罐大的 不过被我妈拿走了 然后我只能自己再买一罐小的 这个也算是很多人都知道吧 就是那种冬天必备啊 因为他们说这个滋润度 不滋润度 保湿度很高啊 就甘心可以多留意一下咯 因为我还没用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但我妈很喜欢 我妈还让我再多给她一罐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我已经用了 这个是Shiseido他们家的那一个小红瓶 然后这个也很出名对吧 实在这个最近我买的东西都是冲着名声买的 可以自己多做功课 我这边只给你们提供个意见啦 然后这个也是给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吧 或者敏感的时候 我不知道就反正它这个主打就是修复 像这阵子嘛那个换季嘛 我皮肤都超ok的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用它的关系 应该可能性不大吧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有点功效 所以哎呀不是让我 反正我最近皮肤特别好 我也不知道也不开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反正给你们自己举个例子 你们自己多做叉叉的功课 哇天啊我快讲完了 因为真的我买贵的产品买不多 然后下一个买唇膏 因为我觉得嘴巴开必须得上点颜色 这是阿玛尼他们家的红管 我之前说过他们黑管三十三百号 等一下我让我找一找 之前我不是说过这个三百号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嘛 因为我涂上去不是偏特别橘 因为它这个橘色很透 因为我唇色挺深的嘛 所以说就比较偏红橘 反正挺好看的 这个呢如果说是走滋润的 那这个就是走饱和的 不过香味我不喜欢 太浓了 然后他们家唇膏还叫什么 西西唇膏吧 之前挺红的 我没买是因为我觉得蛮脑残的 因为名字叫做西西口红 什么什么什么广告打一堆 然后我就觉得好方感哦 然后最近会买也是 就是因为当时想要买这个 等一下我再讲 反正当时想要买这个 然后顺手就挖了一个走了 我先涂给你们看 它不是正红色 就是这样子 比较偏橘调的红色吧 挺好看对吧 立刻我会觉得我立刻又白了很多 这是显白的 反正挺好看的 至于香味呢也是太浓了 为什么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化妆品一定要香味弄得那么浓呢 持久力还行吧 我明掉给你们看 明就是明掉一层的 不过这个也不干啦 这个也没有说很干 只是败点就是它香味太浓 怪不得会被人家吐槽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当时要买 这个是几号 这个也是300 然后是他们家也是 好像也是什么 西西西西唇釉 它俩是不是同一个时间出的 我给忘了 嗯也是之前很红很红的 至于 呃好不好用呢 他们说之前是什么 好像什么范冰冰喜欢的 一个颜色 不知道好像听说是这样子 它跟Raymo的这个 基本上一模一样 除了味道闻起来不一样之外 其他都一模一样 超夸张的这两个 我现在弄掉这个嘴巴颜色 我给你看它俩多夸张 我这个阿玛尼的 我涂下面啊 下面是阿玛尼哦 然后上面就是Raymo的 快看这两个颜色 是不是一模一样 我都快无语了 我再看一次 我都觉得自己好无语了 怎么会买 这么像的颜色 我真的会觉得自己好神奇哦 不管在什么时候 趣味都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真的嫌阿玛尼这个贵的话 完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至于它色号呢 我不知道耶 它没有写它色号是多少 不过它家颜色不多 而且颜色都不一样 你们就自己上网查一查 那最近眼影比较贵的 买了四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香奈娥 因为我之前不是介绍我化妆台的时候嘛 那我就说我觉得好奇怪 怎么没有香奈娥的眼影嘛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 然后我这颜色呢是这样子 一个粉色 一个珠光白 这是白色吗 没有是银色 不要偏银色 然后这个是卡其色 然后跟一个棕色 我还没有用耶 看不到太棒 可是它家眼影有多好 我不知道耶 哇颜色挺淡的 我会说它家颜色会很深 也不算淡 它该生的就很深很淡 比如说这个我会说会很深 结果蛮淡的 然后这个我也说会很淡 结果这么深 不知道 它家眼影我觉得不是很了解 粉质 粉质呢 嗯 不非粉 嗯 完全不非粉 不知道 我对它家不了解 这是我第一个耶 其他我从来没有买过香奈娥的 不过它家配色挺好看的 它这个卡其色很美 也是给你们一个建议 然后色号是236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很红吧 这个我不用多说了 这个配色就是完全是我喜欢的 你看这个 暗红色 深红色 金色 然后这个是米 诶 这不是米白色 这是香槟精 哇快看这几个配色 简直美乍天 这涂完以后就吸血鬼 要吸血鬼 它颜色显色度超屌的 我给你们看 快看 他们家这个品牌创造的人 好像是一个很 出名的一个好莱坞的化妆师 所以它的产品呢 很多明星都用过 也是很多明星 超爱的 快看这个显色都跟Chanel比起来 那清淡的跟什么一样 不过因为它这个颜色太深了 所以不是说很适合那个初学者 金色看不到 但是真的很漂亮 超级漂亮 反正你们可以自己上完多少功课啦 纯粹就是真的一个 样子特别特别美的一个牌子 不过价格挺高的 我买这个就觉得好贵哦 有点买不下手 但是因为真的颜色太美了 然后呢 再讲一下这一个 这应该是 Dior他们家某一年限量吧 然后我是在eBay上面看有人接买它 我就赶紧收下手了 这个颜色也是 哦怎么办 诶我真的完全在给你们展示 我这个人有多无聊诶 你看我永远选的颜色就是这样子 Dior他们家的那个 嗯 显色度都不错 我买了好几个他们家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 说实在买眼影 我真的很少用眼影 我只是喜欢买 这个 这个呢 是我打折的时候买的 它这个是那个 Shenmura跟某一个牌子合作 就是他们家很经常这样子啦 眼影里面就是很非常无聊 一个米黄色跟一个黄色 牙关的黄色 就这样子 诶 我觉得我买这个真的很奇怪诶 可是 不知道我 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觉得挺可爱的 可是收到手的时候 我又觉得诶 有点怪 因为这黄色我已经 好几个产品里面已经有了 然后我又买一个黄色的 我们觉得这个视频挺无聊对吧 因为 不知道诶 因为这些东西我都还没用 所以我说不出来有什么感想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名声比较好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达 知道不 所以我讨厌分享一些比较贵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讲 这个 这个就是 上 就是上次我在视频里面 在我那个化妆桌里面那个视频嘛 我就非常气愤的说 你这个垃圾 你这个垃圾 就是这个东西 Dior他们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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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今年吧 反正没有红 这个产品出了以后就一直默默无声 可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乱买Dior他们家的东西 我就买了一下这个 我以为说它会像YSL 因为我不是之前有说过 不是有说过这个吗 YSL他们家 这个大地高 然后我拿去化妄餐 整个妄餐会整个爆炸的那种吧 这个真的化妄餐很厉害 可是呢 我以为说 这个饱和度 就显色度会很好嘛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紫色的 就想要作为一个挑战 因为我真的很少紫色的东西 然后我就买了紫色的 哇这真的好奇怪哦 这个产品 它涂上去是这样子嘛 然后呢 你不是要把它熨染开眼 看到没有 它熨染开长这个样子耶 就是没有颜色你知道吗 而且还很不均匀 你知道吗 我就是一坨黑黑 乌乌的在那边 比如说这是我眼皮啊 你涂开 眼皮上面只有残留这一些 反而你的手上面会有残留这么多 就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吗 这个产品 比如说我叠加其他的眼影在上面 它会害得我本来那个眼影的显色度变得不好 哇好失败哦 这个产品 而且还不便宜 这个真的可以去告迪奥了 就是欺骗消费者 你知道吗 这个好垃圾哦 而且还那么贵 等到 这也是一个名声很好的产品 我今天就是拿他画眉毛的 就虽然默然他们家那个眉笔 可是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就是上网买的 所以我以为 我以为他买回来 它是那种就是人家眉笔出名 就是因为它会削成一个 就是会削成 横的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这样横着画 或者这样画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 它自己以来是变成这样子 所以就证明说你得自己削 或者说你单产买 单产叫 惠姐他们 八台他们人把你削 然后我就无语了 因为他这样子 我不知道怎么削 你们有人知道怎么削吗 可以教我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虽然是个好产品 但是绝对不要像我这样这么傻自己上网买 不然的话 真的我得自己现在得想想怎么把它削掉 不过如果真的不削的话 也可以用啦 但是呢 就是你画的时候会感觉很奇怪就对 这个是rmk他们家 也是去年还是今年出的一个产品 然后呢 嗯 这个产品 就是睫毛膏了 然后涂出来 够浓密 够纤长 够黑 我是只用这一边 这边我还没用 够黑 然后不好卸 嗯 整体都不错 就是不好卸 嗯 rmk他们家的那个睫毛膏都不错啦 所以我也不用多介绍 说实在今天这个视频真的很无聊对吧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因为我介绍的这些都是口碑产品 口碑产品我都不用多夸 他们你们自己都知道 所以 哎呀 不知道欸 我今天没事找事做 你们就当着看我一个人在里发牢骚吧 呃 我解放了 对啊 剩下呢 剩下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聊一些无聊的吧 不然 应该视频会剩挺久吧 应该吧 聊一些无聊的 聊什么呢 哦对我剪了刘海了 我忘记跟你们讲 对啊 我剪了刘海了 很早之前就剪了 只是一直没有发视频而已 嗯 好看吗 挺好看了吧 而且我最近胖了 有没有发现 啊 怎么办 天哪我为什么要承认这件事情 咋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讲话老是打舌头 刚才介绍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老是打结 对不对 我跟你讲一下快要开学了 我好害怕 讲真的 心情很不好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感觉心情很不好 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用 怎么办 我今天发神经欸 对了 你们有什么减肥的方法吗 我真的觉得我最近胖了好多 我现在双下巴都要出血 你看 出血笨 所以啊 我快要死掉了 因为太肥了 再加上 长得这么笨的样子 呃 呃 呃 反正 有什么话你们就在下面留言嘛 然后我都会看 只是不见得都会回答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太害羞了 怎么办 人就懒 懒还给我自己找这么多解口 好啦 对不起啦 我也知道我自己很懒 哎呀 我不知道 我最近缺爱缺得很明显 我觉得 真的好啰嗦哦 突然发现我真的很啰嗦欸 哎呦 反正 哎呀 反正呢 嗯 哎 你们今天就给我留言说怎么减肥吧 或者最近有用什么好的用的产品 我今天想花钱 但是又没钱 好吧 我想这个人呈现的不正常的开始状态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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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拜拜 不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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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